中家晚宴 二楼拐角处的洗手间内 温度节节升高 以你暧昧 余生抓住男人放在他大腿上的手 细细的喘息中 推开男人的肩膀 呼吸撩人 声陷慵懒 充满蛊惑 余生对男人说结婚领证 持证上岗 除非他跟他老婆离婚 否则 没有离婚证 他们只能点到为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中月紧绷着脸 呼吸急促 想凑过去再亲余生 却被他按着肩膀根本动不了 放在他大腿上的手也是动弹不得 中月又急又气 欲望得不到缓解 脸色很难看 但是女人勾魂夺破的水灵灵眸子 无辜又委屈的看着中月 中月又很不下心强迫他 中月虽然花心 但是从不会强迫一个女人 她希望看到女人眼里的顺从 余生是第一个 让她想彻底征服的女人 中月欲求不满的瞪了余生一眼 没办法 她只能先松开余生 中月恨得牙痒痒 眼前的女人却是一副娇嗔的调笑 余生笑盈盈的捏了下她的脸 然后风情万种的给了个飞吻 目送她离开 待中月的身影完全消失 余生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 随便整理了下衣服 转身 打开水龙头 掌心接水用力擦拭着红艳艳的嘴唇 一遍又一遍 狠狠地擦 似乎要把红唇擦掉一层皮 擦完了嘴 她又开始洗脸 一遍一遍地洗 十分钟后 余生抬头 望着镜中的自己 她正正呆愣了少许 冰冷的眸光中隐约闪过讽刺和惊慌 从何时开始 她成了如今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虚伪妖艳 陌生的连自己都不认识 耳边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余生醋眉 忽而似想到什么 唇角勾起阴森森的博良笑意 她快速收拾好自己 刚补好妆 洗手间的门就被人从外面推开 一个妆容浓艳的女人走进来 凶神恶煞 脸色很难看 余生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半靠在洗手台上 唇角的弧度更耀眼 余生今天穿了一件紫色无袖威灵 紧身高开插长裙 胸前勾壑若隐若现 曲线玲珑 水蛇腰盈盈一卧 脚踩一双暗银色系高跟 乌黑发丝高高挽起 性感妩媚 妖艳勾魂 她的美 是带有攻击性的妖艳美 不可方物 像丛林的妖精 这是黄登登第一次见到余生真人 她知道中月外面养了个小妖精 她以为只是中月的一时新鲜 新鲜近过了 她就会收心了 没想到 今天中家晚宴这么重要的日子 中月竟然会把人带过来 今晚来了这么多客人 她竟然如此放肆 顶封作案 在家里偷情 就因为这个妖精 黄登登和中月天天吵架 家里整日鸡犬不宁 她被朋友嘲笑 被邻居指指点点 受尽侮辱 她一直想找个机会 渐渐破坏她家庭的贱人 没想到今天在家里碰到了 从余生一进来 黄登登就认出来了 因为她之前看过这贱人的照片 她一直盯着余生 然后就看到她和中月眉目传情 最后两人竟然一前一后的离开了 好不容易找到这 黄登登就看见中月从这里出来 她愤怒 跑上去贱问中月 然后两人吵了一架 她一直没见女人出来 所以进来看看 瞧着女人一脸挑衅的模样 若是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余生就是愚蠢了 黄登登一脸愤怒地瞪着余生 面上带着扭曲 她踩着高跟鞋走上去 抬手就给了余生一巴掌 余生没躲 硬生生挨了一巴掌 低头时 眸中一闪而过的冷力 黄登登怒骂余生是贱人 仰手又要打 这次 余生抓住了她的手腕 余生好似看着一个跳梁小丑般 凝视着黄登登 唇角的笑意不减 一直听中月说她老婆是个黄脸婆 脾气暴躁 没点女人的样子 余生开始还不信 今天见到她老婆 还真是丑 黄登登暴怒 扑过去就要打余生 余生一个侧身 她因为惯性 直接撞到洗手台上 正好撞到肚子 疼得她嗷嗷直叫 余生双手交握在胸前 慢悠悠地凑过去 压低了声音嘲笑 说是不是阔太太当久了 忘了自己原来的模样 要说见 她可比不上黄登登 余生问黄登登是不是忘了 现在的位子是怎么来的 她不会真以为 中月抛弃贤良 淑德的原配 会一心一意爱她 中月这种男人 犯见一次 就能犯见第二次 文言 黄登登大惊失色 她惊慌地回过头 看向余生 一脸警惕和防备 问她什么意思 余生怂怂肩 笑得意味不明 对黄登登说没什么意思 就是想告诉她 自己会取代她的位子 成为中月的第三任老婆 黄登登撞到洗手台上时 尖锐高亢的哀嚎 惊到了楼下的人 一群人急急匆匆跑过来 余生第一时间捂着肚子 跌坐在地上 一脸惊恐和痛苦 中月从人群后挤进来 见余生坐在地上 脸色一变 赶紧朝她跑过去 中月问她怎么了 余生酝酿好情绪 抬头 已经眼泪巴巴地往下掉 她一手捂着脸 一手捂着肚子 满脸的委屈和惊吓 欲言又止 似乎不敢说话 明显一副被欺负的模样 中月拿下余生遮住脸的手 很明显的一个巴掌印 她气冲冲地看向黄登登 面色阴雾 很是难看 中月说余生是自己请来的客人 黄登登为什么要欺负她 黄登登捂着肚子 不可置信地瞪着中月 然后又恶狠狠一脸扭曲地指着余生 叫中月别听余生胡说八道 明明是余生欺负她 余生把她推到洗手台上 她撞到了肚子 她没有碰余生 他们进来之前余生还在骂她 他们一进来余生就坐地上了 余生在演戏 她故意的 余生似乎被黄登登凶神恶煞的模样吓到 抖着身子朝中月怀里躲 她可怜兮兮地垂着眉眼 眼泪失控地往下掉 余生叫中月别怪姐姐 说是她不对 她不该姓余 可是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姐姐一听说她姓余 突然变得很生气 姐姐发了疯地打她骂她 她躲开 姐姐因为惯性撞到了洗手台 然后她想去拉姐姐 姐姐就很生气地把她推开 余生越说越伤心 抓着中月的手 可怜兮兮地求安慰求解释 问中月 姐姐为什么这么讨厌余这个姓 她又没得罪姐姐 姐姐听到这个字 好像要吃人 余生说完 四周突然安安静静地 起起伏伏的议论也戛然而止 所有人的目光 都第一时间看向中月 然后再看向黄灯灯 神色各异 黄灯灯一脸惊恐 中月的脸色也是极为难看 她面色阴雾地瞪了黄灯灯一眼 起身给了黄灯灯两巴掌 然后在黄灯灯的咆哮声中 抱着余生离开了 中月开车送余生回家 路上没怎么说话 脸色一直阴郁着 余生也没开口 却是一直拿着化妆 敬照自己被打肿的脸 然后 走了两条街 中月忍不住了 说余生拒绝她使力气比牛还大 怎么还能被黄灯灯打一巴掌 余生合上镜子 放进包里 眼下没眼处的冷冽 转过头看中月时 已经是笑意盈盈 余生告诉中月 黄灯灯说是中月的老婆 她总得给中月个面子 就算黄灯灯拿菜刀砍她 她也不能还手 今天是在中月家 她可不想给中月惹麻烦 不过 她真没得罪黄灯灯 黄灯灯进来跟她搭话 一开始她们聊得很好 然后黄灯灯问她叫什么 她说她叫余生 谁知道黄灯灯突然就发疯了 余生眨眨眼 表情绝对真诚 中月看了她两眼 忽而一个拐弯把车停在路边 勾住余生的脖子 直接凑过去狠狠亲了两口 火辣辣的法式舍吻后 中月终于心满意足地放开她 余生不动声色地从包里拿出半瓶矿泉水 仰头喝得干干净净 喝完之后使劲抹了下嘴巴 中月没注意她的动作 把头靠在座椅上 从旁边摸了河烟 拿出一根含在嘴里 点燃 余生安安静静地等着她 果然 中月吐出第一个烟圈后 开始跟余生解释 中月前妻姓余 黄灯灯是她第二个老婆 黄灯灯跟她前妻之间有很深的矛盾 可能是因为讨厌她前妻 所以讨厌余这个姓 中月明显不太愿意提及从前 指三两句就解释清楚 余生眸中一闪而过的嘲讽 她凑过去捏住中月的脸 迷着眸子不悦地说 原来中月已经结过两次婚了 她可是投婚 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嫁给中月岂不是太委屈了 余生觉得还是算了 她也不逼中月离婚了 她们还是分手好了 好聚好散 说完 余生就要从中月身上离开 中月眼疾手快地抓住她 神色莫名有些慌张 沉着脸瞪着她 见她不屈不挠地挣扎 赶紧安抚 中月说她不是故意骗余生 她就是怕余生不高兴 所以一直瞒着 她是怕失去余生 她真的爱上余生了 余生夺过中月手里的香烟 掐灭 说中月得趁自己还喜欢她时 赶紧把自己取进门 否则 万一哪天自己突然想通了 决定找个投婚的男人嫁了 那她可不能怪自己 如果自己离开她 那肯定是她让自己等得太久了 中月把余生抱在怀里 手臂收紧 说是余生先招惹她的 余生休想再逃开 中月叫余生放心 她会尽快跟黄灯灯离婚 昏沉的夜色 像一张通往悬崖逃不开的网 中月把余生放在小区门口就走了 她说她现在就回家找黄灯灯离婚 她的话 余生只信三成 那个男人 从来都是最虚伪的混蛋 整整一晚上 中月的靠近和亲密让她觉得恶心 余生不想回家 她就沿着路灯一直往前走 她想让叶峰带走中月的味道 想让月色带走她的仇恨 可是越走 越觉孤寂 走到尽头 余生想起家里还有人等着她 她转身往回走 却是刚走了一步 身子猛的僵硬在原地 余生呆愣了半想 突然把腿就往前跑 却终究 是慢了一步 沐阳抓住她的手腕 面色阴沉的看着她 余生不敢看沐阳的眼睛 因为惊慌 身子在剧烈颤抖 她拼命挣扎 痛恨自己竟然如此大意 这么长的一段距离 她竟然没发现后面一直跟着人 余生不敢说话 只是不要命地挣扎 沐阳紧皱着眉 一个用力把她扯进怀里 死死按住她的肩膀 脸色阴暗是血 带着满满力气和愤怒 沐阳问余生 她甩了自己 是不是就是为了给那个男人当小三 余生痛苦地摇摇头 她不敢看沐阳的眼睛 不敢回应 生怕暴露自己的心思 她像是没听到沐阳的质问 依旧不管不顾地挣扎着 似磨正斑 沐阳迟迟得不到回应 突然用力擦拭着余生的唇绊 然后狠狠地吻上去 沐阳的力气很大 捏着她的脸 把她捏得很痛 余生越是挣扎 沐阳吻得越用力 察觉到她的抗拒 沐阳满身力气 突然由纹改为咬 余生痛得脸色苍白 却依旧不发出任何声音 沐阳看着她黑漆漆没有焦距的毛子 忠视不忍 慢慢放开她 两人唇上皆是红艳艳的鲜血 沐阳叫余生给自己一个解释 她身上的力气退去 擦拭着余生唇上的血 动作温柔 小心翼翼 生怕弄疼她的伤口 懊恼的同时 又迫不及待地想听到答案 半年前 他们还是一对在巴黎游玩的恋人 因为一点小误会 吵了一架 沐阳想了一夜 准备第二天就跟余生道歉 结果 余生突然消失不见 连个消息都没有 手机关机 像是人间蒸发了 沐阳找她找得快疯了 后来从朋友那听说 她家里好像出了什么事 然后沐阳赶紧买票回国 结果临上飞机前 接到家里的电话 爷爷病重 他只能先回家 爷爷住院的一个月后 沐阳收到余生的信息 前前后后只有一句话 余生说要分手 他不爱沐阳了 沐阳不相信 不相信这个女人会这么无情 他给余生打了无数个电话 一直是无人接听 沐阳爷爷病倒后 公司一堆乱七八糟的 是需要他处理 沐阳暂时走不开 就让朋友去找余生 朋友回来后气得咬牙切齿 说余生没良心 说他给男人当小三了 沐阳气得把朋友抱打一顿 然后一忙完就回来找余生 今天是他回国第一天 正好中家有晚宴 听说中月带了余生去 他也去了 眼睁睁看着余生被中月抱上车 沐阳压下愤怒 一路跟着他们 中月亲余生时 他躲在暗处瞧得清清楚楚 若不是最后一丝理智撑着 沐阳发誓 他一定会撞上去 沐阳问余生是不是被中月强迫的 还是他有什么苦衷 沐阳紧紧抓着余生的肩膀 满脸期待和稀迹 余生死死咬着唇 他惨白着脸 泪如雨下 却勉强挤出一抹笑 说他是喜欢过沐阳 但是现在他不爱沐阳了 他爱上中月了 令人窒息的空气中 沐阳终于颓废的松开手 问余生是不是要抛弃他 夜色凄凉 孤影成霜 晚上十一点 余生失魂落魄的回到家 客厅里没开灯 冰冰冷冷的 他关上门 后背贴着门坐在地上 脑袋埋在膝盖痛哭 蜷缩在门后 身子抖得厉害 终于可以不用再强忍着 濒临崩溃的情绪 他惆怅百劫 哭得撕心裂肺 黑暗中 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摸索着走过来 他的小手在余生的脑袋上拍了拍 说小姨 不哭 余生的哭声戛然而止 他猛地抬起脑袋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擦去眼泪 半跪在地上伸手打开灯 他惊喜地抓住男孩的胳膊 说痘痘说话了 余生急切切地去看男孩的脸 上一秒的希望 下一秒的失望 最后到绝望 他重新跌坐在地上 强忍着泪 伸手把男孩抱在怀里 余生问男孩是不是想妈妈了 说明天小姨带痘痘去找妈妈 男孩安安静静地窝在他怀里 手里玩着魔方 眼神涣散 没什么焦距 一大一小蜷缩在门后 相互取暖 第二天 余生准备带痘痘出门时 收到忠月的信息 忠月约他在一家咖啡店见面 余生把痘痘送到闺蜜张欢的宠物店 然后去咖啡店赴约 来人是黄灯灯 余生丝毫不意外 因为忠月从来不会给他发消息 从来都是打电话 那个男人 很会说情话 说与其浪费编辑短信的时间 不如直接打电话听他的声音 黄灯灯戴着口罩和墨镜 看见余生 朝他挥了挥手 余生静止走过去 在黄灯灯对面坐下 黄灯灯说见到他 余生似乎一点都不惊讶 黄灯灯的声音有些沙哑 他质问余生 不难听出话音里的恨意 余生端起咖啡 浅抿了一口 他似笑非笑的挑眉 对黄灯灯说为什么要惊讶 拿老公的手机给老公情人发消息示威 这完全符合他的气质 黄灯灯半想没说话 余生不着急 也不催他 只慢悠悠地喝着咖啡 一杯咖啡喝完 又让店员续了一杯 余生慵懒又自在 高贵且妖娆 黄灯灯极度到发狂 终于先忍不住了 他摘下口罩 拿下墨镜 指着自己的脸 历生说这才是真实的中月 别看中月长得人模人样 他有很严重的暴力倾向 这些伤 全是他打的 黄灯灯说完 又拉开衣袖 扯开衣领 身上全是淤青 伤痕累累 血迹斑斑 旧的疤痕 新的血痕 有曾经留下的 也有看起来刚刚留下的 嘴角被打烂了 眼角也有淤伤 青紫一片 黄灯灯想从余生脸上看出害怕 然而 看着鼻青脸肿身上处处是伤痕的黄灯灯 余生唇角的笑容更大 他把手机反扣在桌上 稍稍朝后养了养身子 双手交握在胸前 好整以暇的看着黄灯灯 余生说虽然他和中月才相处三个月 但是中月在他面前 一直都是谦谦君子 黄灯灯为了让他离开中月 对自己真够狠的 余生的意思很明显 这伤是黄灯灯自己弄的 黄灯灯胸口上下起伏 一副要被气死的模样 见此 余生挑衅 表示且不说黄灯灯这身伤是真是假 就算是真的 那也是因为中月不爱他 中月不爱他 所以打他中月不心疼 中月在自己面前 一直是谦谦君子 所以 中月爱的是自己 他如果拾去 就该成全他们 文言 黄灯灯不可置信的瞪着余生 又气又急又怒 说他是在提醒余生 他是为余生好 中月现在只是觉得余生新鲜 等中月厌烦了余生 余生就会像他一样被暴打 中月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余生拿起手机 西白的指尖在屏幕上点了两下 然后又反扣在餐桌上 他抬头看向黄灯灯 挑眉 唇角的笑容不冷不热 余生对黄灯灯说 既然中月这么糟糕 问他为什么还要嫁给中月 没等黄灯灯回答 余生突然话题一转 半眯着眸子 一副好奇的求知欲 说他倒是想起来一件事 听说 中月的前妻也是经常被家暴 然后黄灯灯插足了中月的婚姻 他前妻不愿意离婚 黄灯灯和他就把他前妻打成了植物人 余生一直紧盯着黄灯灯的神色 他的慌张和害怕 余生全看在眼里 余生继续说中月和他前妻有个儿子 因为有自闭症 中家人很嫌弃 他前妻昏迷之前 他们打孩子 逼他前妻签了离婚协议书 上午离婚 黄灯灯和中月下午就领了结婚证 这是不是真的 黄灯灯刚端起来的咖啡 啪的一声吊在桌上 他惊恐地瞪着余生 一脸的不可置信和防备 问余生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 他到底是谁 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 黄灯灯赶紧闭上嘴 他的目光越来越警惕 余生耸肩轻笑 说他这么紧张干嘛 自己就是听说了这件事而已 自己跟他确定一下 只是想看看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那中月还真是可怕 自己可能会考虑一下 还要不要继续跟中月纠缠 听见余生有放弃的意思 黄灯灯的眼睛都亮了 他脑子里一空 急不可待的点头 说是真的 中月就是这么一个可怕的男人 昨天晚上他回家要跟黄灯灯离婚 黄灯灯不肯 中月就把他打成这样 黄灯灯告诉余生 中月能犯件一次 就能犯件两次 如果有一天 他嫁给了中月 中月再遇到一个比他更年轻的 也会打他的 余生拿起手机 漫不经心的点头 问他们是不是真的把中月前妻打成了植物人 黄灯灯着急劝余生放弃中月 没注意到他忽而下沉的眸光 就波浪股市的点头 黄灯灯走之前 让余生发誓对今天的事情保密 余生当着他的面发誓 然后黄灯灯一走 余生立马给中月打了个电话 他要分手 他要离开 二十分钟后 中月急匆匆的出现在咖啡店 余生什么也没说 把方才录的一小段录音给中月听 瞧见他越来越难看的脸 余生适时的添油加醋 转达他老婆说他有严重的家暴倾向 说他把前妻打成了植物人 把黄灯灯打得伤痕累累 说他是为了余生好 因为中月也可能会对他家暴 所以余生思考了一下 决定还是离开中月 中月气得直接把手机摔了 余生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摔成两半的手机 没说话 而是拿着包转身就走 中月追上他 好言好语跟他解释 骂了黄灯灯一路 说他是故意的 中月确实打了他 因为黄灯灯不同意离婚 还总是对余生恶言恶语 余生不听中月的解释 冷着脸继续往前走 中月吐了口恶气 直接把余生扛起来扔进车里 中月问余生要怎么才能原谅他 才能相信他 余生等中月把火气发到极端时 才娇称地指责他把自己的手机摔了 让他陪自己手机 中月见余生不生气了 心情大悦 在他脸上狠狠亲了一口 然后带着他去逛街 但凡余生说好看的 多看一眼的摸一下的 中月全都买下来 他刷卡时毫不心疼 余生拿的也绝不手软 只要中月敢买 他就敢收 这三个月 余生一直如此 整整一下午 他收获满满 大包小包全是奢侈品 中月送余生回家 帮他把东西搬回家 他请中月喝了杯茶就准备把人送走 中月却不愿意走了 孤男寡女 男人想干什么 司马昭之心 中月抱着余生一直往床上走 余生又在最关键时阻止他 中月很是补月 脸都黑了 余生见好就收 他捏着中月的脸 问他是不是不准备离婚 中月说不是 余生认为既然不是 为什么一直离不了婚 中月说黄灯灯难缠 余生问为什么难缠 中月点燃一根烟 半想 才说黄灯灯手里有他家报余音的证据 当年余音成植物人 是他措手打伤的 黄灯灯竟然拍了视频 余生紧紧握紧拳头 强压下心中的恨意 他问中月 余音是谁 中月烦躁地挠了挠头发 说余音就是他前妻 余生闭上眼 掩饰眸光离所有暗潮涌动 等中月抽完烟又凑过来亲他时 余生才突然睁开眼睛 安住中月的手 笑意盈盈 他给中月出谋画策 叫中月可以依葫芦画瓢 把黄灯灯也打成植物人 这样就没人知道他的秘密 余生会帮他保密 中月明显有些迟疑 他说他前妻的是不知道被谁传了出去 让中家颜面无存 如果再有一次 老爷子该把他扫地出门了 余生沉默了 中月着急 又是一番甜言蜜语的解释 余生问中月爱不爱他 中月说爱 他从来没这么爱过一个人 余生认为既然他们都舍不得对方 他提议中月不用离婚 他可以不要那张结婚证 为了中月 余生可以不见天日 但是 他有个条件 中月先是一愣 然后大喜 他抱住余生 兴奋的难以抑制 余生说要中月的财产 他叫中月立个遗嘱 把财产给他 他可以放弃一切跟着中月 但是 中月的让他有安全感 中月醋眉 有些不悦 余生握着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上 说如果他答应 自己就是他的人了 永远都属于他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最后一句 余生是贴在中月的耳垂上说的 十足的暧昧和蛊惑 中月被撩得心痒难难 在他唇上狠狠亲了两下 面色急切 很快做了决定 送走了中月 余生准备先去洗个澡 然后去闺蜜张欢那把痘痘接回来 这三个月 他被房中月发现端倪 痘痘一直住在张欢那里 偶尔会把他接回来 然而 余生刚给张欢打完电话 准备拿衣服洗澡 门铃就响了 中月走时外套望沙发上了 余生以为是中月去而复返 来拿外套的 就直接拿着外套去开门 结果 来的是牧羊 余生瞳孔一缩 下意识就要关门 牧羊却先一步把脚伸进了屋 余生怕弄伤他的脚 没敢再动 牧羊趁机拉开门进去 他一身酒味 俊脸飞红 明显喝了不少 一进屋就东倒西歪 他直直走向沙发旁一堆购物袋 面色阴雾的踢开一个又一个 牧羊问余生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些东西 才做那男人的小三 牧羊认为如果余生想要这些 他可以给余生 余生为什么要这么做见自己 他哪里比不上那个男人 牧羊的脸色很难看 他一脚踢飞一堆购物袋 由不解气 拿起脚边一个装项链的袋子 狠狠潮的上杂去 昨晚和余生分开后 牧羊回去一直酗酒 从晚上喝到白天 一夜没睡 百思不得其解 还是决定过来问问余生 问问他为什么这么狠心 结果 就在门外看到余生和钟月 一人拎着一大包购物带回家 然后 那男人进去整整两个小时才出来 孤男寡女 两个小时的时间 牧羊不敢想象 他觉得自己要疯了 明明他们已经分手 明明余生这个狠心的女人 已经说得很清楚 可是 他还是愤怒 踢飞最后一个购物袋 牧羊突然扯着余生的手腕 把人拉进怀里 然后不顾他的反抗 直接把人打横抱起走进卧室 牧羊把余生扔在床上 然后扯下皮带绑住他的手 皮带绕过床头 他的双手被固定在头顶 余生惊恐地看着牧羊 见他在漫条丝里的脱衣服 余生开始害怕 拼命挣扎着 余生惊惧地求他 文言 牧羊冷笑 手下动作不停 最后直接压在余生身上 使劲搓着他娇艳欲滴的唇 然后扯了扯他的领口 牧羊说那个男人可以用钱买余生 他也可以 他们在一起两年 他还没碰过余生 虽然便宜了那个男人 但是 余生应该庆幸 他对余生的身子还有兴趣 余生陪他一个晚上 他给余生一百万 说完 牧羊已经低头稳住他 余生受了刺激般剧烈的挣扎 他不要这样 他不喜欢这样的牧羊 这不是他认识的牧羊 泪水无声划过牧羊的脸 牧羊一顿 却是紧紧一瞬 又开始疯狂地攻城掠地 他无视余生所有的抗议 只一味索取 在酒精的刺激下 愤怒大于理智 牧羊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知道他现在很生气 他恨不能掐死身下的这个女人 越是生气 牧羊的动作就越狠 直到 余生痛得脸色惨白四心裂肺 他才彻底停住动作 牧羊没想到 这么长时间 那个男人竟然从来没有得逞 他竟然从来没碰过余生 牧羊已经调查过中越 以那混蛋的性子 怎么可能只看不吃 牧羊震惊之后 胸腔一阵兴奋和振奋 他一脸怜悯和宠溺的低头 稳住余生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虽然有太多的事想问他 但是 已经在最关键时 牧羊还是舍不得放弃 张欢见余生迟迟没去接孩子 打电话也没人接 所以他下班后亲自把痘痘送回来 余生之前给了他备用钥匙 所以他直接开门进屋 结果 一进门就听到余生的哭声 隐隐还有男人的声音 张欢一愣 先把痘痘送回房间后 赶紧往余生的房间跑 刚走到门口 牧羊就摔门而出 看都没看张欢 脸色难看 头也不回地离开 张欢看见牧羊 极为诧异 跑进卧室 余生坐在床上哭 卧室里气息暧昧 味道还未散去 显然刚结束一场情事 张欢看看余生 再想想刚才离开的牧羊 还有客厅那些被踢翻的奢侈品 一下就明白了什么 余生哭倒在张欢怀里 张欢问是不是牧羊强迫的他 余生摇头 张欢问他为什么哭 是不是和牧羊吵架了 余生哭得更厉害 他说他骂了牧羊 说了很难听的话 余生说他终于让牧羊死心了 他说了很多糟糕难听的话 牧羊现在肯定恨死他了 余生告诉张欢 他演不下去了 面具戴久了 他已经开始厌恶自己了 他撑不下去了 余生叫张欢把痘痘带走 明天 余生把中月和黄灯灯约到家里 他想结束了 他要带他们去找他爸妈 让张欢帮他好好照顾痘痘 余生还说如果他姐醒了 告诉他姐 以后余家 只有他和痘痘了 让他好好活着 张欢等余生哭累了睡着了 轻手轻脚的走出房间 他在客厅坐了很久 然后拿出手机给牧羊打了个电话 张欢告诉牧羊 他跟自己去一个地方 他就知道余生突然性情大变 会去当中月的情人的原因 次日早上九点 牧羊在医院门口见到张欢 张欢没说话 带着牧羊往里走 坐电梯到四楼 去了拐角尽头的一个病房 病床上 躺着一个女人 张欢指着病床的女人 告诉牧羊 这就是答案 女人叫余音 是余生的姐姐 也是中月的前妻 半年前 被中月和他的情妇 黄登登打成植物人 余生的爸妈去医院的路上 开得太快 出了车祸 余生得到消息 第一时间回国 连父母的最后一面 都没见上 张欢说余音之前 有个家里给他介绍的男朋友 他不愿意 偷偷跟中月私奔去了国外 他跟家里一直有矛盾 和中月离开后就跟家里断了联系 两姐妹一直偷偷聊天 但是余音从来报喜不报忧 余生一直以为姐姐很幸福 余音去年才回来 余生这两年因为工作没回家 余音让余生今年早点回来 他准备正式带中月回娘家 余生已经订好票了 没想到 余家遭逢巨变 一夜之间 余生没了父母 姐姐也成了植物人 张欢告诉牧阳 余生很爱他 但是余生没办法 他目前唯一想做的 就是报仇 他要帮姐姐和豆豆拿回属于他们的东西 他要让中月和黄灯灯付出代价 余生原本的计划 是怂恿中月把黄灯灯也打成植物人 然后他跟中月同归于尽 但是 他现在改变了计划 他说他等不及了 他说今天要把中月和黄灯灯约到家里 他买了老鼠药 张欢故意没接走豆豆 就是想拖延时间告诉牧阳真相 余生从来没想过背叛牧阳 但是他没办法 从见到父母的尸体 见到姐姐浑身是伤一动不动的躺在病床上 见到自闭症越来越严重的外甥 他就没想过活下去 因为没想过活着 所以不敢跟牧阳联系 余生和中月在一起 是因为要报复 中月送的所有礼物 他都收下 然后再转手卖出去 他把所有的钱都给外甥豆豆留着 他给中月要礼物要钱 也是为了姐姐和豆豆 当初他姐姐被迫离婚 是净身出户 中月一分钱也没给余阴 余生把豆豆托付给张欢 他让张欢拿着钱给豆豆看病 给他姐姐治疗 余生说剩下的钱 足够张欢和豆豆生活无忧 牧阳跌坐在凳子上 泪眼朦胧 视线模糊 他抱着脑袋痛哭 悔恨交加 他痛恨余生什么都不告诉他 更痛恨自己 昨天敬那般残忍的欺负余生 他是混蛋 真的是混蛋 牧阳问张欢 为什么不报警 张欢苦笑 说离婚协议书上是余阴自己签的字 他被打时 只有中月和黄灯灯在 他们两个蛇鼠一窝 肯定不会承认 余生爸妈是自己撞到树上的 张欢抹了把泪 缓了缓气才看向牧阳 他把真相告诉牧阳 是想让牧阳阻止余生 他劝过余生很多次 余生不听他的劝 如果说这世界上还有谁能拦住余生 或许 只有牧阳了 张欢说余生的父母葬礼之后 余生从家里拿了把刀 要去找中月和黄灯灯拼命 他怎么拦都拦不住 最后 是痘痘的哭声拦下了余生 痘痘可以拦下冲动的余生 但是如今的余生 脑子里只有仇恨 从他决定去找中月时 他已经把痘痘的人生安排好 所以 痘痘已经拦不下他了 余生接到张欢的电话时 正准备撕开老鼠药放进鱼汤里 手机掉在地上 瞳孔放大 眼泪不受控制的往下掉 耳朵嗡嗡嗡的听不到任何声音 他穿着拖鞋 把腿就往外跑 张欢的话一直萦绕在余生耳边 张欢叫余生快去沐阳家 他把余生接近中月的真相告诉沐阳了 沐阳要帮他报仇 沐阳以余生的名义 把中月和黄灯灯约到他家里 他要代替余生杀了中月 余生拦下一辆出租车 哭着喊着让司机开快点 凄惨的模样把司机吓坏了 一路紧踩油门 生怕耽误人命关天的大事 门开着 余生不管不顾的跑进去 他哭喊着沐阳的名字 从一楼找到二楼 又从二楼跑到一楼 听到厨房传来声响 他亮呛的跑过去 沐阳从厨房出来 余生瞧见他的第一眼 双腿发软 一下跌坐在地上 沐阳身上有血 他要代替你杀了中月 张欢的话突然萦绕在脑中 余生惊恐瞪大眼 来不及思考 他已经爬起来朝沐阳跑过去 颤着手脱他的外套 沐阳想拉住余生 余生似受了刺激搬朝他吼 以最快的速度脱下他的外套 直接套在自己身上 然后拼命的把沐阳往门外推 余生叫沐阳赶紧走 说今天的是跟沐阳没有任何关系 人是他杀的 沐阳叹了口气 转身 把余生抱在怀里 余生崩溃的挣扎 沐阳抓着他的肩膀推开他 伸手在外套上蹭了点血抹在舌尖 然后捏着余生的下巴稳住他 两分钟后 沐阳问余生 嘴里什么味道 余生愣愣的看着他 下意识舔了舔嘴唇 余生目光呆呆的看着他 沐阳脱掉余生身上的外套 告诉他 外套上只是番茄匠 不是血 沐阳说是他让张欢打的那个电话 他问余生 听到他要跟中月同归于尽时 余生害不害怕 余生哭倒在他怀里说不出话 明显是吓坏了 沐阳紧紧抱着余生 说余生的害怕 就是他的害怕 余生听到他出事 第一反应就是把罪揽在自己身上 同样的 如果余生出事了 让他怎么办 整整一天 两人就在沙发上坐着 沐阳抱着余生 余生安安静静地窝在他怀里 岁月静好 就像回到了两年前 刚谈恋爱时的热恋期 只要身边的人是他 已经足够 沐阳问余生 能不能放弃报仇 他们可以报警 可以想其他的办法 余生说以前他可以一眼看到整个人生 因为他有家人 他有沐阳 他的一生 一定是幸福的 但是现在 余生能一眼看到的 不是人生 是他已经没有未来 中月死了 被黄登登杀了 余生听到这个消息时 愣了许久 他手里握着手机 正准备给黄登登打电话把他约出来 沐阳跟他谈了很久 他改变了计划 中月说过 黄登登手里有他家报余音的视频 余生打算把黄登登的视频骗过来 然后报警 没想到 他还没开始 中月就死了 余生去监狱见了黄登登 黄登登见到他 一脸凶狠和憎恨 指着余生的鼻子骂 黄登登说余生竟然把他在咖啡店说的话 都告诉了中月 中月回去之后把他打惨了 要不是他跑得快 死的人就是他了 黄登登的模样很凄惨 鼻青脸肿 能看得见的皮肤全是瘀青 整个脸红肿一片 更是惨不忍睹 黄登登认为中月疯了 凭什么要把财产都给余生 说他才是中月老婆 他就跟中月吵了几句 中月竟然把他按在地上打 中月扯着黄登登的头发 一下一下往地上撞 中月是想把他打死 然后跟余生这个贱人逍遥快活 说到这 黄登登呼而笑出声 声音尖锐 争鸣扭曲 中月以为他把财产给余生 黄登登就一定会同意离婚 真是够讽刺的 想当初 中月为了黄登登 也是这么打他前妻的 那时黄登登还帮中月按着那女人的手脚 没想到现在风水轮流转 他成了中月的前妻 黄登登说着说着就哭了 他又开始骂余生 他说余生是妖精 说中月为了余生 要打死他这个老婆 索性他下手快 从水果盘里拿了水果刀 直接捅死了中月 他说如果中月不死 那死的肯定是他 说当初中月就是这么把前妻 予因打成植物人的 余生问黄登登 中月是怎么打前妻的 黄登登似乎对这个话题很兴奋 他争吟着神色 兴奋的手舞足蹈 说中月虐待前妻 用擀面杖打他 用皮带抽他 用手电筒照他的眼睛 掐着他的脖子 拳打脚踢 好多折磨人的法子都是黄登登帮中月想的 当他们用他儿子威胁他签字时 他狼狈的连狗都不如 黄登登说得幸灾乐祸 然后又恶狠狠地瞪着余生 目光里有不甘 有愤怒有讽刺 说中月和前妻的婚姻里 不止自己这一个女人 但凡他的女人 每一个都挨过打 余生跟他在一起三个月 他竟然一次都没打过余生 问余生到底给中月下了什么药 余生面无表情地看着黄登登 然后 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贴着玻璃给他看 黄登登看见照片 一瞬瞪大眼 一副见鬼了的惊恐模样 问余生到底是谁 照片上是一家四口 余家的全家福 六年前的照片 那时 余英还没嫁给中月 照片上的余英 孝字温婉 是温柔贤淑的大家闺秀 照片上的余生 笑容张扬 惊艳动人 照片上的余家二老 笑容慈祥 和蔼可亲 一家四口 温暖了整个岁月 余生告诉黄登登 她是余英的亲妹妹 余生没想到 中月竟然真的立了遗嘱 她把自己名下的财产都给了余生 黄登登就是因为看到那份遗嘱 不依不挠地跟中月闹 然后盛怒之下用刀筒死了中月 余生拿到钱后 把那笔钱全留给了外甥豆豆 中家只有中月一个儿子 家里唯一的独苗死了 黄登登又没有孩子 所以 中家把希望寄托在了豆豆身上 他们找到余生 希望能让孙子认祖归宗 余生不同意 中家把他告上了法庭 余生只是孩子的小姨 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眼看着余生就要输了官司 牧羊牵着豆豆从外面走进来 众目睽睽下 豆豆松开牧羊的手 静止跑向余生 抱着他的大腿 哭得可怜 余生原本顾及豆豆 没提及他的自闭症 如今经由豆豆一闹 中家一份填膺 说孙子有自闭症 跟着余生一个外人只会越来越糟 豆豆被他们吓到 似受惊的兔子 拼命往余生怀里躲 余生的律师是牧羊帮忙找的 精明犀利 豆豆的反应 让他立刻抓住了重点 他说自闭症的孩子 最怕受刺激 很显然 孩子跟中家丝毫不亲 中家人一靠近 他就吓得往余生怀里躲 如果让他回中家 长时间受刺激 那这个孩子就完了 最后 经由法官长时间的商议 暂时把孩子的监护权给了余生 中家人很不满意 但只能接受 余阴依旧没醒 余生带着豆豆去看他 跟他说了很多话 说了一整天 口干舌燥 没得到丝毫回应 牧羊进来时 余生正趴在病床上哭 牧羊靠近了 才听到他嘴里不停重复着一句话 余生叫姐姐快点醒过来 爸妈走了 姐姐要是也走了 他和豆豆怎么办 求姐姐别扔下他们 牧羊动作温柔地帮余生抹去眼泪 他刚刚问了医生 医生说余阴还是有可能醒过来的 让豆豆多陪陪他 他会知道的 余生正要说什么 牧羊突然是以他朝旁边看 余生一愣 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却见豆豆放下一只把玩着的魔方 伸出小手慢慢握住了余阴的手 说妈妈 醒醒 小姨 不哭 余生捂着嘴痛哭 眼泪直流 然后 余阴被握住的守护而动了一下 虽是细小的动作 但一直把目光放在上面的余生和牧羊 却是瞧见了 两人面面相去 然后余生泪奔 亮腔地跑出去喊医生 告诉医生 他姐的手动了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